将军下班回家错过了饭点 夫人马上大发脾气 不行 这些菜都凉了 小牧 把菜都撤了 好 对不起诸位了 你们出去吃吧 夫人 不就回来晚了点了 你不要把时间闹大了 弃将军家艳客 就不该带门客人 你是在跟我发脾气吗 夫人 堂堂明朝大将军七级光 竟然是个七管炎 明朝家境年间 倭寇在浙江沿海一带掠夺财宝妇女 浙江总兵于大卓奉命讨贼 英勇杀敌 只是贼人占据地理优势 居高临下一手难攻 大军屡次进攻死伤无数 还没打到大门就溃逃一大半 整个战役持续大半年之久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倭寇的人数仅有数千人 他们笑话明军虽有两万之众 却只会按时进攻按时撤退 还大言不惨 进军中原威胁朝廷 一网打尽 此时朝廷派出议员猛将 名叫七级光 接替于大刘的任务 剿灭匪扣 刚开始的几天 七级光和于大刘都一样 每天准时打卡交阵 但是每次到达阵前都不进攻 目的是让倭寇放松警惕 以为明军被打怕了 几天以后突降暴雨 手下认为这是夜袭倭寇的绝佳时机 七级光却让部队好好睡觉 他自有安排 倭寇这边为了防备明军偷袭 一晚上都在督促手下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睡觉 直到次日凌晨 七级光突然炸毁猪楼 此时的倭寇却因防了一晚 这会儿正在酣睡 明军打倭寇一个措手不及 轻轻松松就摧毁了倭寇的防御措施 倭寇主帅为了保存实力 带领精锐部队匆匆撤退 还命人撒下碎银无数 让明军因为贪图钱财而放弃追击 一个村民找到七级光求救 说有很多村民被锁民防 将军带人打开房门 被救村民涌向前来叩头感谢 于大嫖见村民腰间插着扇子 料定是倭寇假扮 一脚将其踹倒 这果然是倭寇的奸计 于大嫖虽胖 却表现得异常灵活勇猛 还救了七级光一命 倭寇见打不过就撤退 七级光带队追击 来到楼台下才发现又中计了 倭寇火枪队埋伏在前方 楼台忽然倒塌 把七级光压在废墟中 还好并无大碍 于大嫖告诉七级光 他们刚才打的是投靠倭寇的汉人 以及没有纪律的浪人 倭寇的精锐部队还未现身 这让七级光顿绝盲刺在背 经此一战 于大嫖因为前妻作战不力 被关进大牢 而七级光遭东厂举报 故意放走倭寇 也要在家里复闲多日 等待朝廷发落 前方卖命杀敌 后方朝廷却总搞幺蛾子 七级光也是一肚子的气 想出去散散心 原本不想带夫人一同前往 谁让夫人当时就不高兴了 扭头就走 夫人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去吃茶地方几天几夜 不到要去也是应该的 谁说的 谁说不带你去 那妈呢 在背呀 在背 夫人 你急什么 我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呢 我舍得吗 好在属下即使给夫人准备好马匹 这才免去一场夫妻大战 一旦名将七级光果然是七管炎 码头上没有一个人掰手万能赢过他 唯独夫人他是真不敢赢啊 只能乖乖认输 这天七级光外出公干回了晚了 害得家人等他大半天 其他人倒是没说什么 夫人的脸却马上绿了 当众打将军耳光不说 还要用小拳拳锤死夫君 七级光只能带众人出去吃火锅消消气 下属给他出主意 女人要挫一下他的威风 你要告诉他谁才是一家之主 老虎也有睡觉时 你带他睡着了 那把刀架他薄的上 叫他起来 然后再告诉他 你要是还不服的话 大不了先杀了你再自尽了 一站富康 好 当天晚上 七级光就偷偷来到夫人房间 苍狼狼拔出宝剑 哗啦啦马踏连营 挑开帘子 尴尬了 有些事将军不好办 就交给属下来办吧 属下商量好 等会以七级光摔杯为号 几个大男人 就用刀子架在夫人脖子上 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夫人一进来 就感觉屋子里有股杀气 属下给将军上茶 只待他摔杯就动手 可将军最后还是怂了 想听你 看看我们练兵的状况 给点意见 我哪懂这些 就阅兵 阅兵 阅兵好 我去准备 听到了 阅兵 这一切都被史书记录下来了 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 这打倭寇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啊 没人愿意打仗 可是如果有人来侵犯咱们 咱们可得保护罪者家园啊 我们矿被抢的时候你们在哪 怎么不保护我们呢 我们在打倭寇 否则来抢你们矿的就不是永康的村民 而是倭寇了 本来就有兵 来找我干嘛 因为你们都是好汉 住属杭州的明军被倭寇打怕了 两万人打三千倭寇都会输 还没开打就纷纷撤退 而奇迹光计划培养一支三千人的新军 对抗两万的倭寇 这天矿工和农民突然干仗 奇迹光一看 这战斗力并不比正规军差呀 他一打听才知道 一吴的老百姓发现了金矿 隔壁村的人就来抢 两边就打了起来 一吴的农民和矿工竟然会如此勇猛 奇迹光马上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来到矿山 找到了领头的老金 想招募矿工好汉 去当兵打倭寇 一旦倭寇来了 别说金矿保不住 他们的家人也会被无情杀害 老金不想听花言巧语 只想要用拳头说话 我拳头舒服吗 老金还真有两下子 但是在奇迹光面前 还是弱了一些 不出三分钟 就被两次撂倒在地 老金挥舞铁锹 一顿猛砸 奇迹光几番躲闪 并没有受伤 反倒是老金挖断房梁 要不是奇迹光及时出手相救 上面的孩子就掉进岩浆了 经此一战 老金答应带领精锐矿工 加入奇迹军 一起打倭寇 保家卫国 奇迹光要训练一支 以一滴时的特种部队 他们每天坚持负重跑步训练 还有新式武器狼显 插上竹叶伪装 让倭寇有来无回 新式阵法训练 枪炮训练 春去东来 一支像模像样的特种部队 就这样打造成功 而倭寇那边 也纠结了两万精兵 兵分三路 两队浪人 分别攻击宁海和新河 一头是战地要塞 一头是老家 让奇迹光两头不能兼顾 倭寇的主力 则攻击更有价值的台州 在明军作战指挥室 奇迹光大概猜到了倭寇的轨迹 但他仍然愿意带领新军打头阵 这次绝对不能再让倭寇主帅给跑了 奇迹光率领大部队迅速开拔 军纪严明 气势不凡 嚣张的浪人 手举扇子准备开战 完全没把明军放在眼里 接下来就要让他们怀疑人生 大军早已更换盾牌 能挡住浪人的三眼冲 浪人像疯子一样冲过来 却不知 前面早已挖好鸿沟 还没冲到明军跟前 就倒下了 好不容易爬上来 又被明军挡下去 用狼弦猛刺 还有火枪伺候 一场战斗 干掉三百多倭寇 而明军并无伤亡 此时有人来报 几千倭寇 正在准备攻打他们的老家鲜河 众人只想马上回去保护七二老小 如果连家人都无法保护 还当什么兵呢 奇迹光告诉众人 倭寇一队人攻打宁海 一队人攻打鲜河 这是故意迷惑我军 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台州 但是鲜河只有二百守军 台州守军也不足千人 奇迹光决定分一半兵力回防鲜河 他们原本就只有三千特种部队 现在又要分走一半 奇迹光要带领一千五百特种兵 快速赶往台州 对抗两万倭寇 狼人部队一直跟在他们后面 奇迹光带领特种兵日夜兼程 很快就来到台州和倭寇开战 狼显长矛戳爆倭寇的身体 三眼冲打得倭寇节节败退 明军乘胜追击 却不知中了敌人的圈套 另一对倭寇手举长杆杀过来 狼显长矛失去优势 只得步步后退 屋顶含有倭寇埋伏 西将军弯弓搭箭射杀倭寇 爬到楼顶观察军情 发现倭寇主帅的位置 拼数量 他们没优势 要想以少胜多 只能擒贼先擒王 他下令分散兵力 展开巷战 可倭寇主帅早已做好准备 安排浪人队伍和少主守候阵 要让明军有来无回 老金带领的矿工部队 在巷子里和敌人拼杀 打得异常勇猛 另一支小队迷路了 遭受倭寇的伏击 伤亡惨重 七家军这边的队伍 杀到主帅附近 敌人早有防备 手握长杆裂阵 楼上还有弓箭火炮 七将军下令 用盾牌筑起铁桶 保存实力 而巷库主帅 享用火力优势 不断进攻 勒趴明军 被安排在后阵的少主和浪人 不甘心看到别人立功 也带着铁炮队冲到阵前 强大的冲击波 打乱了明军的铁桶盾牌 浪人手举长刀 疯狂杀出来 千军一发之际 迷路的明军大炮小队 终于赶到 一炮轰掉浪人 再一炮轰向少主 明军士气高涨 众将奋勇杀敌 这一仗 他们只有1500特种兵 却大败了两万倭寇大军 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滚回岛国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这上万的倭兵 马上就要到兴河城啊 你你 你现在听我们 赶紧收拾进一续软 备直送你出城 我们出城了 那兴河怎么办 马上找人敲钟 赵继权成了外星 你没有干什么 走走走走 赶紧 真以为过家家呢 这是大争又死人呢 窝寇你见过吗 我见过 我 我杀我 再不做这来不去了 新河城里只有200个牙医 而上万的窝寇 已经兵临城下 计划半夜进攻 牙医知道留下来 只有死路一条 想劝七夫人一起逃走 但是性子刚烈的七夫人 是与百姓共存亡 他带领城中女子 组成护卫队 其中还有不少老弱病残 一起坚守城墙 等待援军的到来 之前要逃走的牙医 也不好意思再走 又折回来加入战斗 教大家如何使用三眼冲武器 晚上窝寇准时进攻 众人奋勇迎敌 七夫人武艺高强 异常勇猛 斩杀倭寇无数 就算是被摔倒在地上 也能举起石头 砸死倭寇 可对方主力 很快攻入城墙 挂上炸弹 炸开了大门 牙医瞄准敌人的炮弹开火 窝寇爬上城墙 对妇孺老少展开屠杀 保家卫国匹夫有责 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作战部队 只能以命相搏 越来越多窝寇杀箭成来 七夫人已经做好牺牲准备 此时援冰终于赶到 这里是他们的故土 杀敌就是保护家园 城楼上 大哥刚干掉一个倭寇 还没来得及庆祝 就被后面的倭寇一箭刺死 一寸山河一寸血 新河军民用鲜血守护家园 誓要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另一边 被七极光1500个特种兵 打败的两万倭寇主力 正在狼狈撤退 七家军并没有放弃追击 一定要将敌人意志彻底消灭 倭寇正在准备大撤退 前方就是出海的战船 一个也不能放他们离开 倭寇以为前面都是淤泥 明军肯定过不来 却不知明军早有准备 七极光带领重将 驾驶一种名叫泥马的水上交通工具追过来 一路斩杀想要逃走的倭寇 明军越战越勇 古人说穷酷莫追 但是倭寇一定要赶尽杀绝 倭寇主帅看到明军已攻入大船 想逃走已经来不及 他只能迅速调动小船 让少主先走 并回去告诉他老爹 明军已经武装起来 放弃入侵大明的计划吧 否则就是自掘坟墓 倭寇主帅目送少主离开 而他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倭寇已是亡命徒 反抗得更加顽强 但是七家军已经站起来 就是手握钢刀 也要送走敌人 七极光带队杀向倭寇主帅 倭寇主帅最后的侍卫拼死一搏 威武七极光兼顾霸气和美学奋勇杀敌 倭寇被杀得跪地求饶 明军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可将军有令 只要投降就不能再杀 要不是战友死死抱住 地狱还会再多几个小鬼 倭寇主帅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七极光要让他死得心服口服 要说倭寇的刀还是可以的 一刀就将七将军的刀 劈成两半 双方都是武林高手 一时间难分胜负 主帅老矣 但战斗力还很顽强 一个怒冲 把七将军摁在地上暴击 七将军挣脱出来 从船舱打到甲板 七极光的刀再次被削掉半截 但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总能在打斗中 不识漂亮而又巧妙地 夺走对方的武器 割碎对方的铠甲 要说这老头也是扛作 七极光将他摔在地上 他还能爬起来继续挨打 七将军一波连续暴击 倭寇主帅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本可以一拳送他去地狱暴击 但最后还是收手了 给他一次亲口说投降的机会 老头书的心服口服 自财已谢罪